那摩地藏王菩萨 那摩地藏王菩萨 摩河沙 接下来请收看 磁灯法船 欧美红发型 磁灯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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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使离港湾 眼前的景象也更加害破天空 为了让救回的雾名能重破新生 尽管风浪颠簸 让他们一一返回自我 磁灯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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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行途中 大河上以法宝结缘 磁灯法船 以利益众生的慈灯法 不服生死 有生死则有病 若众生得一病者 则菩萨已复辟 菩萨病者已荡悲起 对于英国南安普顿来说 曾号称上帝 也沉默不了的巨型游轮 鐵、吼 其船难事件 尽管历经百年 仍是举世震撼的故事 来到海城博物馆 多少风雨雨雾 曾在历史的片段中 留下分页 望着墙面上一排排 船难往生者遗兆离难前 海淘法师领众 借由德归相 祈愿所有 往生者 离 德归 静世震 各国内 营静 神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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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世震 神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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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内 藉由现代化的影像与收藏 将过往的物物与历史 以另一种存在的方式 与世界结尾 与未来对话 与世界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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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更以互动式的设计 吸引儿童们从中探索机械设计 及体验其中妙趣 面对馆内相对缩小比例的各式温船 剑体魔险 佛子们只能此心持咒 默默观想 祈愿所有灾难 往生者超脱三途 等身净土 中文字幕后 董事宣传 地路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临别 海涛大和尚 站在醒目标记着 铁达尼号故事的大看板前合影 祈愿透过历史的意见 众生体悟无常 正如上道 来到南安普顿西山公墓 半生高的芒草 揭示着此地被遗忘的岁月 面对偌大的坟墓区 众人来到一株孤寂的老树下 燃清香五佛藩 颂持慈悲咒语 祈愿借由佛力的慈悲导影 六道孤魂 得离三图 往生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隔天的红法行程 是古仆典雅的英国爱丁堡中文学校 海淘法师将为旅居英国的华人子弟 带来佛法的慈悲讲座 生命有轮回 绝对不是神或佛创造一个聪明或创造一个笨给你 这个在我们有一句话 念下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自作自受 就是这个道理 那讲这个道理有个好处是 第一个你就可以接受 可能在天主基督教 他还是有可以接受这关 人是来赎罪的 人是来受苦的 那站在佛教 人有快乐有痛苦 但是跟你过去的行为有关系 但是行为来自于思想 念头 念头 你什么样的思想 那就产生什么样的讲话 跟什么样的行为 然后就产生什么样的果报 所以讲到这边就讲出佛教的重点 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除了刚刚第一个理由 我们怎么改变命运 第二个理由 就是要解脱生死 因为这个世间 有一个重要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只要你会呼吸都会痛苦 只要你有感情都会痛苦 爱人也痛苦 不爱也痛苦 那我们出家 那就是要解脱生死 出离欲望 金钱 感情 占有的家 那才有解脱的机会 那第三个阶段 要谈的是 佛教的基本 它就是慈悲 就像我们华人喜欢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的任务干嘛 就是救苦救难 就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但是很少人去想观音菩萨 为什么有能力帮助别人 因为观音菩萨 它没有欲望 它不会生气 它有做了很多的力量 功德可以布施给我们 你念观音菩萨 你就得到他的不死 救苦救难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大乘佛教最重要的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 道理就是 如何帮助众生 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 这个叫什么 四个字念一下 普度众生 讲座之后 大和尚受邀为小朋友们 领诵新经 也藉由佛教故事 让小朋友们 懂得藉由信念 传达的能量不可思议 小朋友可能有一件事 提醒而已 当你在念大学的时候 你要观想 所有英国的小朋友 都有都听得到 他们也会念 因为他们不懂中文 但是我们要把 念的能量也送给他们 好不好 对 然后你在念新经的时候 你一念 那你要观想 爸爸妈妈也在听 祖父祖母也在听 有些活着也听 有些已经去升天了 他也在听 然后这个 因为玄奘法师念这个新经 魔鬼都不会伤害他 那个时候唐太宗快 唐玄宗快往生了 然后玄奘法师念新经给他 他就生病了 所以玄奘法师就 唐僧到印度去 已经不是很多魔鬼吗 找他麻烦 陈之一有一次他被绑在树上 要把他烧掉 然后那个时候 玄奘法师就跟那些 那些人说 我是出家人 你让我念完这个经 你再把我烧死好了 结果他们 好吧你念吧 结果一念的时候 起风起雨那些土人就跑掉了 然后绳子就断掉了 哦原来念新经可以消除很多痛苦 会后 小朋友与老师们 争相与海涛法师合影 也透过活泼的舞蹈表演 表达对僧团道法的感谢 舞后在中文学校的大礼堂内 海涛法师并以慈善的力量为奇 让众人理解佛法的慈悲 与智慧的要益 我想每个人追求宗教 不分天主基督教 佛教 道教 印度教 我想只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不要痛苦 要快乐 一个人得癌症呢怎么办 或是我们的家人死亡 往生呢怎么办 甚至一个女孩子感情碰到了挫折 家庭有障碍 或是一个男生做事业 亏钱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自己已经尽力了 但是没办法 所以就要依靠了信仰 当然信仰有这么多的信仰 特别各位到国外来 天主基督教 佛法基督教 刚刚我们出去绕 绕老半天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教堂 不一样的教牌 所以他是要离开痛苦 除了信仰还不够 还要加上两个 念一下 智慧 慈悲 所以佛教就包含这三方面 除了有信仰 他还要有智慧 除了智慧还不够 智慧是帮助自己 还要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叫慈悲 只是说 佛教的慈悲 它不分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天主 我以前是基督教徒 我们天主基督教徒的对象是人 除了人 以人为主 那是佛教 后来我成为一个佛教徒 哇 原来佛教范围更大 除了人 还包括动物 包括鬼道 包括地狱 凡是所有痛苦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对象 所以 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叫慈悲的意思 我们每个人要得到快乐 就来自于你对待别人的方法 早上讲了 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 第一个 我们大家 要了解佛法 第一个要相信的是什么 再念一次 来 相信因果 不害众生 常不失 那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借由讲座 大和尚弘扬佛法的慈悲与智慧 也传授简单的慈悲诗实法门 于讲座中解答提问 慈善的力量 也随之 契入 与慧者的 身心与生活 大宝基金 佛言 善男子 有四种法 是菩萨道 若能修行 速当得至菩提道场 云和为四 医者 与菩提心 永不退世 二者 于诸众生 常不舍弃 三者 一切善根 求补免足 四者 护持正法 起大精进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世间如果有佛法 众生才能够 以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把佛陀的正法 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也希望各位呢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的是 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 到处去邀请人家来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到我们家里来收一百块 一个月收一千块 这些大菩萨 我们看到他 他就是生命菩萨 赞叹他 但是也希望各位呢 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 为什么 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 做得更好 更好的内容 那么全世界的友情生命啊 护放生啊 戒杀啊 狮食啊 救流浪狗啊 帮助每一个人学谱啊 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内容的广大 所以各位呢 不断地来护持投入生命电视台 我们买更好的机器 制作更多的动画漫画 弘扬到全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独救了 所以生命电视台功德太大了 各位护持的功德更是大 所以随时护持关系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几具加持力的圣像——法器等珍宝 相传 莲花生大使来到血域藏地时 曾预言藏地的火教 将会有一段短暂的消失 点师便将它认为不适合当时传授的教法 隐藏在山谷 琥珀 甚至是其聚革弟子的心意中 并交付故法善神宝 未来 联师聚得的弟子们将会依照预言 取出福藏教法利益终身 如联师预言 在朗达玛灭佛后 藏地的佛教面临极大困境 佛典大量散失 随着佛教再度从印度传进血域 以及莲花生大使无尽的城堡 心意传承与福藏教法 再次照耀西马阿亚山路 使血域佛教得以福苏 多数的福藏师 皆是莲花生大使 二十五位新子的华神 福藏师们 根据莲师的预言 并是正审的需要 在不同的地点与时代重生 挖掘福藏教法 而对于发掘的方式 便是也有清晰的指示 以阻止违缘障碍 先后回到人间的福藏师们 犹如翻新拱月一般 不断引领着运运众生 走向正觉光明 为众生带来和平幸福 福藏中的药福藏 具有致病的要效 能防止疫病流行 其他如能看见 听到 意气 或者接触到福藏等的 典籍圣物 皆能令众生 种下解脱之音 获得殊胜加持 古丹 归于喜马拉雅的边陲高地 不丹人民尊重自然 心理善良 并且修行前程 也由于典花生大事的悟念 有无数珍贵的古藏圣物 都珍藏在古丹 在慈悲的海盗法时代有效 在慈悲的海盗法时代有效 此行朝礼不担连世身体的伟员们 以身受古藏远远不断的加持 丹花生大事为阿弥陀佛 观世一菩萨 释迟远远不断远不断的小卫路 释远是 是诸佛的体现 而其众多化身 如同我们在阳光中看到的尘埃 无处不在 莲花身大事 体现了佛陀所有的悲愿 智慧无极为能力 当我们满怀前程地 向莲师祈愿时 诸佛菩萨宛若暖阳的加持 就会降临在所有众神的身上 慈悲加护 慌阿慌 伴阿喜得慌 殿世 在信药禁言里 曾开示 如果你带着悲心 及菩提心 乃无师 供养心善 便会成就 百费的功德 慈悲的海淘法师 以大悲心 无提心 带领随行团队们 在不丹潮里 供养僧众 陆续护持寺院与佛学院 更供养僧众加沙 护持大宝 呼葬法辈 圆满四十多场的甘露燕共石石 上供三千盏灯 并救护了 若是头蜜牛 黄牛 及布施食物等等 陈就诸多善性功德 广修如是种种功德 无非 就是为了祈求三宝 救助世间 一尾回向 霸解终身 共臣无上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